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種生花火草都是我的師父 我們是要去研究自然 從自然裡面去學習 像我以前在做這些產品設計 其實我以前對這些花花草草根本不認識 也是這樣一步一步的下去研究 知道什麼叫做生態 什麼叫做真正的環保 由這個中間我們去學這些環保精神出來 所以你看我為什麼會做很多不一樣的 可是我大部分塑膠幾乎在我這邊沒有看到 所以我大量的在用一些自然材質來做 所以我想強調是這個環保的 要追求綠色環保的精神 在桃園這裡有蠻多地方跟我們講通草還蠻有關係的 像第一個 現在東眼山 拉拉山那邊都有很多通草 然後知道這邊有一個叫枕頭山 枕頭山以前在原住民它的古老地名就是通草山 尤其是在1930年的時候 美國服飾公司來台灣拍攝影片 然後就在腳板山交易所那邊 那段影片可以看到原住民在那邊交易通草的狀況 在日本時代其實還有親王到腳板山來訪 那時候也是安排就是這種通草表演 然後送他通草花 所以通草在桃園這邊其實有很多的歷史情結在 我們可以把它重現出來 我們也從桃園這邊出發 然後找到一些題材 像桃園這邊有 像我們現在這座植物有一個台灣瓶桶草 那也是在我們風潭地區這邊 再重新把它複裕出來 那這個也是我創作的題材之一 那像我們上面這裡有桃花 因為桃園市的地名它就是從桃 桃花出來的 它是從秦始皇時代就已經流傳下來 經過這麼多的朝代 它還是在 那我不希望在我們這一代就斷掉 那這個承接是相當重要 我們現在可能你看到的是在 做以前他們做過的一些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轉意 是要把它做成符合現代生活的 那那個符合現代生活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還在找答案 不是在這兒的中間 它是在我身邊的中間 是在這兒的中間 那這個人在這兒的中間 那是在這兒的中間 都是在這兒的中間 那是這個人的中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